第181集 晚些时候,足迹比对未出结果,但肖满根据黄毛泉留在家中的鞋与鞋码判断出,足迹不可能是黄毛泉本人留下。 如此一来,肖满之前的判断很可能接近事实。 其实,即黄家是第一现场,有人在杀害黄毛泉之后,将自己留下的痕迹连同黄毛泉的指纹足迹一并清理干净。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黄家为什么没有黄毛泉自己的生活痕迹。 但另一个问题随之出现,既然现场被清理过,那现存的足迹予以损坏的指纹会是谁的? 难道是在黄毛泉已经死亡后,还有一个人又到了现场? 这个人来黄家的目的是什么? 已经是半夜,初秋的夜风吹着有些凉,明术面无表情看着山翔街,虽然低档但十分有生活气息的小店,像是在发呆,其实脑中正过滤着千条万缕的线索。 黄毛泉被卷入了一桩案子,这毋庸置疑,至于是不是与乌镇案沙春案一脉相承的案子,现在还无法确定。 小贩之间,小贩与周围的居民之间,小贩与城管之间,产生矛盾是常有的事,矛盾最终发生为冲突,命案,这在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少见。 黄毛泉被仇人所害的可能性,其实远大于被乌镇案中的幕后黑手选为替身的可能性。 但是,涉及小贩的命案,十有八九都是激情作案,凶手的反侦查意识非常薄弱,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反侦查意识。 作案之后不仅处理不好现场,事后还会自己说出来,所以类似的案子一旦发生,马上就能侦破。 但黄毛泉家里的情况,明显不符合这一特征,有人清理了房间。 黄毛泉消失得无声无息,若不是重案组从沙春案查起,一路查到了山祥街,顶多就只有碗碗菜老板娘等人发现黄毛泉不在这一片了。 半年来,山祥街苏正街没有分毫关于黄毛泉的传闻。 如此看来,黄毛泉实在不像因为和生活中认识的人结仇而被激情杀害。 至于别的仇家,现在还没有任何线索。 如果将黄毛泉与教授乌镇联系起来,明术突然有了个想法,给香满剥去电话。 乌镇的个人物品不都被搬回来了吗? 看看乌镇的血,能不能与足迹比对上? 黄毛泉如果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那乌镇就和他脱不了干系。 足迹也许就是乌镇留下。 如果不是 哦,如果不是,那黄毛泉失踪案就由萧局决定,由我们还是刑侦一队二队,谁去接着查? 夜越来越深,住在四杠五的老妇始终不愿意开门,而四杠六的住户终于回来了。 和明术想象中的差不多,住在四杠六的是位二十来岁的男性,在苏正街一家营业到半夜的烤肉店。 当服务员? 这层楼只有我和四杠五的徐婆婆。 面对警察,李真飞态度很自然,指了指四杠一说。 那家以前有人住,是个大叔,后来就没人了,应该是搬走了吧。 搬走?你看到有人搬家,什么时候? 这倒没有,但一直没有人进出不就是搬走了吗?而且,我过年的时候听到动静了。 什么动静? 就是搬东西的声音啊,春节加班工资高,我就没回家,伦修那天听到外边的动静了,但是我在床上躺着懒得看,那之后我就再也没看到大叔了。 师傅,李真飞听到的动静不是搬家,而是有人在搬黄牟权的…… 还记得四杠五那位老太太门上挂着的安全链吗? 和门相比,那条安全链明显太新。 李真飞听见动静,却因为躺着而没有去看,这很正常。 她因为上夜班而非常疲惫。 但四杠五离四杠一更近,李真飞都能听见动静,老太太就更能听到。 你的意思是,老太太不仅听到了,还看到了? 她看到了让她恐惧的一幕,所以她才装上安全链。 至时,萧满一个电话打来,声音因为激动而轻微发抖。 留在现场的足迹,与乌镇的一双鞋纹路一致,而通过足迹进行建模比对,其身高体重也与乌镇负荷。 明树在山祥街街口接到萧玉安,两人一同在夜色里往坎子九巷走。 乌镇春节前后多次前往山祥街苏正街一带,黄牟权春节期间离奇消失,家里没有自己的足迹,却有乌镇的足迹。 黄牟权大概率就是教授为自己找的替死鬼。 哥,我说我基于线索的推断,哪里有矛盾你提出来? 嗯,乌镇服用秦化纳自杀,沙春并没有亲自动手,甚至可能没有亲眼看到乌镇死亡的全过程,只是用水泥藏住了乌镇的尸体。 那乌镇也很有可能没有亲手杀死前一块多米多骨牌,而是帮忙处理,藏住了尸体。 黄牟权是教授为自己选择的提身,教授要让乌镇相信,面前的尸体是教授本人。 从后面的发展能够看出,乌镇确实深信不疑。 要做到这一点,只能是教授提前杀死黄牟权,将其装扮成自己的模样,然后乌镇依照两人之前的约定,到某个地方处理尸体。 这能够解释为什么黄家只有乌镇一个人的足迹。 在杀死黄牟权之后,教授就已经将自己以及黄牟权的痕迹全部清除掉了。 两个问题,教授和黄牟权很像吗?教授为什么要选择在皇家动手? 不一定要很像,只要教授与黄牟权身材、脸型、发型相似,再经过伪装,完全能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 更重要的一点是,乌镇当时必然非常紧张,人在极度紧张之时,分辨力和注意力都会降低。 还有一点,乌镇会愿意认真去看一个死人的脸吗? 萧玉安在巷子里停下脚步。 脸不一定相似,但体型、年龄应该差不多。 既然如此,那是不是可以以黄牟权为原型,在伊克大、光业医院、林九星心理诊所以及附近进行排查呢? 名书低着头,有大约半分钟没说话。 黄牟权与教授的五官脸型也可能完全不同。 假设,教授与吴正有约定,比如提前告诉吴正,自己是个失败者, 没有脸面见过世的父母,理由可以随他编。 吴正已经被他蛊惑加入这场死亡游戏,自然也会相信他无脸见家人这种话。 欢迎收听常配文学授权,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行真纯爱小说剧《心狂》。 作者初和,由周末、佩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182集 那么教授向吴正传达的就是,他要在坎子九巷四号楼四缸一自杀。 用于自杀的很可能是秦华纳。 在死亡前,教授将自己的脸遮盖住,不允许吴正揭开。 吴正多次到山祥街附近,就是为了熟悉路线,以便处理尸体。 但是吴正难道没有怀疑过,教授为什么死在这种地方? 而且我想不出,皇家为什么会是第一现场,在这里作案,再让吴正将尸体带走处理,这太冒险了。 教授既然这样选择,那就说明在黄摩泉家动手对他来说更加容易。 明术对着萧云安的视线,思考其中的原因。 房间里没有大面积不可见血迹,也没有打斗痕迹,后者可能本来有,但被处理掉了。 不过我认为他们并没有打斗。 萧云安抬头看向黑漆漆的楼房。 这里的隔音条件非常糟糕,如果哪家哪户发生打斗,邻居多半都能听得见,就连春节也不例外。 门锁也没有被破坏,那教授是敲门进入皇家。 不对啊。 觉得哪里不对? 黄摩泉是教授所定的替身,这没错吧? 他是教授在冬夜市寻觅多时候找到的最合适的人。 但教授认识他,他并不认识教授啊。 他为什么会将教授请到自己的家里来? 你怎么确定黄摩泉不认识教授? 冰箱里有八个碗拨,节省的人会将没有吃完的饭菜留下来,等着下一顿再吃。 但八个碗拨对一个独居者来说,是不是过于多了? 我明白了,那不是黄摩泉的剩菜剩饭,而是为了招待客人而提前做好的菜。 教授就是这个客人,他们之间不仅认识,还是春节能够一同吃饭的关系。 所以对教授来说,在黄家对黄摩泉动手,比在外面某个地方动手要更加方便,反正会有乌针为他善后。 明术握紧右拳,重重砸在左手手心上。 那黄摩泉的人际关系就有意思了。 黄摩泉,53岁,冬夜市狐履镇人,十多年前与妻子离婚,来到冬夜市。 但是,住的是已故女儿黄冬燕生前低价买来的房子。 黄摩泉的前妻康果华,如今还住在狐履镇,与丈夫朱强一同生活。 与黄摩泉在冬夜市的住处相比,康果华的家宽敞得多,状态也不是一个在大城市艰难讨生活的五巡老汉能比。 得知黄摩泉已失踪半年,康果华的反应很平淡。 失踪就失踪了吧。 不关我的事,黄摩泉和我离婚多少年了,我有新家庭,和他早就断了联系。 你们大老远跑来查我,还不如查查他现在的朋友。 徐川说,你误会了,我不是来查你的,只是想跟你了解一下黄摩泉这个人,毕竟你是他的前妻。 你提供的信息,你提供的信息有助于我们侦破案件。 我了解的只是十几年前的黄摩泉。 这么多年了,他长什么样我都不记得了。 你们,哎呀,你们真该去找他在城里的朋友。 可据我所知,黄摩泉没有朋友。 康果华惊讶地睁大双眼。 黄摩泉失踪半年,没有一人为他报警。 他周围的线索实在是有限。 我才不得不前来打搅你。 康果华手指碰到一起,低声道。 怎么会这样? 你认为他在冬夜市没有朋友很奇怪? 黄摩泉是个性格很好的人。 别人待他一分好,他就会还别人百分。 在我们离婚之前,他在县里有不少朋友。 我没想到。 介意我问一下,你们是因为什么事离婚的吗? 大约是时间已经治愈了伤痛。 康果华的脸上并没有太多愁容。 几分钟后,他沉沉地叹了口气。 因为我们的女儿。 康果华与黄摩泉的女儿黄冬夜, 十六岁就离开了家乡,到冬夜市打工。 冬夜市是离狐吕镇最近的大城市。 黄冬夜选择冬夜,却不是因为距离近, 而是浪漫的认知,自己的名字里也有一个冬字。 这是自己与冬夜市的缘分。 可浪漫的女孩并没有在冬夜市收获浪漫。 她没有学历,在大城市找工作并不容易, 一直勤勤恳恳地打工,那时冬夜市的房价还没有暴涨。 二十多岁时,她用自己的积蓄以及父母支援的五万块钱, 从别人手里低价买下了一套老房。 那套房子就是坎子九巷的四号四港一。 同年,黄冬夜在夏夜班之后,遭人抢劫,身中九刀, 死在离家三条街的巷子里。 凶手很快被抓获,是个刚出狱的老头, 因为回到社会后无法适应,而发疯杀人。 老头被判死刑,在那个网络不发达的年代, 很快被人们所遗忘。 可是黄家却被毁了。 当时黄毛泉和康果华都已经四十岁, 难以再次生儿育女。 康果华整日以泪洗面, 黄毛泉多次前往冬夜市, 提出离开湖吕镇,去冬夜市生活。 你疯了吗? 我们种了大半辈子田, 去大城市怎么生活? 黄毛泉执意要搬去冬夜, 执意要住进女儿留下的老房里, 说是这样,才能感觉到女儿的存在。 康果华无奈, 最终与黄毛泉分道扬镳。 我不清楚他这些年是怎么生活的, 但他没有朋友, 这是我没想到的。 徐春是带着民术的命令来到狐吕县, 黄家的经历虽然令人唏嘘, 但是他不得不接着往下问。 你说黄东燕出事之前, 黄毛泉性格不错, 朋友也多, 这些朋友里有没有谁后来到了冬夜市? 讲完女儿的遭遇, 康果华眼睛已经泛红, 他想了许久, 点头道, 有两个人。 曹妇仁六十岁, 七年前举家迁往冬夜市, 目前在西城区开了家早餐店。 王忠五十五岁, 妻子病逝, 三年前被儿子儿媳, 接到冬夜市安享晚年。 明树听完徐春的汇报, 对萧玉安说, 不对, 这两个人都不可能是教授。 你告诉徐春, 不一定非得限定在黄毛泉的老友上, 黄毛泉的前妻不是说过吗? 黄毛泉本质上, 是个乐于交朋友的人。 如果有一位老乡出现在黄毛泉面前, 黄毛泉应该会以礼相待。 但凡离开狐吕镇, 到冬夜市生活的人, 年龄在四五十岁左右, 都有可能是我们要找的人。 欢迎收听常配文学授权,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 行真纯爱小说剧《心狂》, 作者初和, 由周末、佩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183集, 徐春和其他外景队员在狐吕镇来回摸盘, 最终将一份名单交到了民宿手中。 加上曹夫人和王忠, 共有九位符合年龄与性别条件的狐吕镇人, 目前在冬夜市生活。 另一边, 亦飞在光业医院打听到, 九龄心理诊疗所有一位名叫好鹿的保安, 数年前来到冬夜市, 现年四十八岁, 而徐春查到的九人里, 正好就有好鹿。 名书立即下令, 马上找到他。 光业医院里, 有许多银杏书。 初秋事件, 一些银杏叶已经变黄, 风一吹就速速往下飘落。 这本来是一幅难得的美景, 但九龄心理诊疗所的气氛, 却相当紧张。 保安休息间, 两位穿着保安服的大叔面面相觑, 其中一人说道, 好鹿, 家里出了事, 早就请假回去了, 我是被安排来给他顶班的。 亦飞立即问, 好鹿住在哪里? 就, 就在这附近。 好鹿租住在一棵大旁边的小区里, 一室一厅的房子被打扫得异常干净, 像是没有住过人一般。 银杏蹲在墙角, 推开碧柜门, 在里面捡起了一块麻将。 七童? 好鹿有打麻将的爱好? 麻将摆在一起, 然后推倒, 是什么? 那不就是简单的多米诺骨牌吗? 好鹿这是畏罪潜逃了。 九龄的后勤负责人翻着工作日志说, 医科大一开学, 好鹿就请假了。 你们看, 九月三号。 明树接过工作日志, 眉间警领。 沙春是八月二十四号凌晨遇害, 警方开始侦查此案, 是三天之后, 而好鹿在九月初就悄然离开, 如今去向不明。 徐春已经确定, 好鹿没有结过婚, 父母双亡, 在狐履镇没有亲人。 好鹿为什么突然离开, 是因为知道多米诺骨牌的游戏已经失败, 还是知道警方总有一天会查到自己头上来, 于是早早跑路。 抽丝剥茧终于锁定嫌疑人, 但嫌疑人却早就离开, 这无疑是个不小的打击。 方远航连着骂了好几声卧槽, 民术瞪他一眼。 已经找到突破口了, 你还丧什么气啊? 还是晚到一步, 我们速度再快一些, 现在就能直接将他抓起来审问了。 我们不是晚到一步, 是晚到了很多步。 他九月三号就逃了, 那时候我们才查到哪儿, 再快也没有办法阻止他。 但…… 但什么但? 是从沙春岸里挖出教授困难, 还是找到一个失踪的保安困难? 那当然是挖出教授困难, 他藏得太深了。 知道就好。 好路九月三号离开九龄, 现在难说还在不在多言识, 你去协助记真, 查好路三月之后的行踪, 当时他还没有暴露, 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对监控不会那么注意。 说完, 明树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洛义。 即便面对为数不少的警察, 洛义仍旧不慌不忙, 跃一点头, 就走进自己的办公室, 似乎对这里发生了什么, 莫不关心。 义飞走过来。 洛义真的和这起案子毫无关系吗? 明树沉默了一会儿。 我去找龙天昊。 龙天昊看着好路的照片。 这不是和我说话的人。 你看仔细。 真不是。 经过沙春案, 龙天昊和于孝成一样想通了, 放弃折磨自己的手, 承认没有电竞才华, 已经在认真找工作。 明树救了他的命, 他对明树自是十分感激, 极希望找出那个 唆使自己去兼加白鹿的人, 为明树出一份力。 他急切地说。 你们找错人了, 我眼睛又不瞎, 绝对不是这个人。 和我们之前判断的一样。 在去见龙天昊时, 教授易果荣, 穿的也是学者常穿的衣服。 案件侦查进展, 已经全部汇总到了萧玉安处, 他看下明树。 我现在有另外一个猜测, 好路说不定已经自杀了。 明树心中意紧。 好路早早跑路的行为说明, 他认为警方将来可能会查到他身上去, 他不希望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如果他自杀, 这不就是为他的罪行负责了吗? 既然选择死亡, 为什么还要在沙春案发生之后不久就逃走? 我们看看, 好路是个什么样的人? 萧玉安点出好路的照片, 照片是九龄心理诊疗所提供的工作照。 开于今年年初。 早年在狐吕镇务农, 这一点和黄毛泉一样, 几年前到冬夜市, 具体是哪一年代查? 到九龄当保安之前, 在做什么? 也代查。 从去年开始, 不, 也可能是更早, 他开始在努力而平庸的人身上做实验。 今年实验成功了一次, 第二次却因为别人的插手而失败。 这样的一个疯子现在失踪了, 逃走与自杀的概率其实是一半对一半。 明树想了许久。 我不希望他自杀, 我要将他捉拿归案。 我也如此希望, 但最坏的可能我必须提出来。 明树走到萧玉安身后, 也看着显示屏。 是什么让一个早年务农的人, 一到冬夜市, 就成了拿人命做实验的教授? 徐春还在狐狸镇吗? 在。 现在纪真还没有追踪到好路的行踪, 他可能还躲在冬夜市的某个角落, 也可能早已离开。 从犯罪者的角度来说, 好路留在冬夜市, 暗中观察警方的侦察进展, 然后伺机而动, 可能性更大。 但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 他已经不在冬夜市。 如果不在冬夜市, 那他最可能去的地方是哪里? 回家? 好路就在狐狸镇? 但徐春不是没有去过好路以前的家, 早就有人去镂空了。 好路当然不会让旁人发现他, 一个人阔别故乡多年, 在外面遇到了难以解决的事, 他会不会想回故乡看一看?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不想。 你还没到那个年纪, 你亲自去趟狐狸镇。 我? 对, 你。 也许我判断有误, 好路不在狐狸镇, 但好路的过去值得查一查, 他为什么至今单身, 为什么离开狐狸镇之后就变得如此疯狂? 弄清楚这些问题, 即便最后没能在狐狸镇找到好路, 也一定能给后续的侦查提供方向。 明树在原地站立片刻, 双眼认真而明亮。 是, 萧举。 明树离开后, 萧原将视线转回显示屏, 然后调出了医科大药学院自杀讲师秦国醒的照片。 细看这两人的五官与脸型, 竟是有许多相似之处。 欢迎收听常配文学授权,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行真纯爱小说剧《心狂》, 作者初和, 由周末、佩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184集, 90心理诊疗所附近的摄像头, 在9月3号到4号多次拍到好路, 但在4号之后, 好路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处监控中。 4号下午, 好路在南城区一个银行盲点的柜台取走了5万块钱。 同事这一天, 他的手机关机机卡成分离状态。 好路没有用事奔证购买过机票或者火车票, 他如果已经离开冬夜市, 那么只能坐客车或者私人车辆。 出城高速的监控, 还有客运站监控, 道路监控还有带排查, 但是我觉得好路坐客车离开的可能性不大, 现在客车买票也需要身份证了, 除非他是在站外买的私人票上车。 周院跟肖鱼案汇报。 好路过去九年的就诊记录能不能查到? 就诊记录应该查得到, 但是我还没往这方面去查。 没事, 机人的主要力量还是放在追踪好路上, 分小部分人手去确定好路过去的就医情况。 整个重案组高负荷地运转起来, 好路依然没有消息, 手机号码、银行卡再也没有使用过, 整个人像当初的池小米一般消失得干干净净, 但一个个关于好路的细节被挖了出来, 真相扑朔迷离却又渐渐清晰。 好路只有初中文化, 这一点与大多数保安相似, 但与别的保安不同的是, 好路十分喜欢去诊疗所内部的图书馆, 借阅心理类的书籍, 有时甚至会与所里的医生讨论一二。 至于保安们下班后的棋牌活动, 好路从来不参与。 九龄心理诊疗所福利齐全, 每年都会安排教职工进行全套体检, 而好路入职以后, 从来没有参加过体检。 人上了年纪之后, 对医院有恐惧心理, 害怕查出什么大病来, 不参加体检的保安不止好路一个人, 单就这一点来说, 他并不突出。 但奇怪的是, 周院查到, 好路在冬夜市 没有任何正规医院的就诊记录。 好路没有生过病吗? 或者是生过病, 但不愿意去医院? 为什么? 明树赶到独履镇之后, 立即向当地警方寻求支援。 独履镇是个小地方, 明风朴素, 几十年来都没有发生过恶性事件。 面对从冬夜市来的警察, 居民们都不太适应。 关于好路, 大多数居民对他没有印象, 有印象的, 也只是记得好路性格内向, 很少与人说话, 是存在感非常低的那种人。 但明树得到了一条关键信息, 好路离开狐履镇是九年前, 而秦国省也是在九年前自杀。 好家是从秋城乡搬过来的。 参与侦查的当地民警徐茂说, 家里人丁本来就不兴旺, 好路的父母又接连去世, 好路离开我们这儿的时候, 好家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好路的父母是因为什么而去世的? 得病, 都是癌症, 或不担心啊, 前后就几个月的事, 两个人都诊出癌症了, 好家又没多少钱治, 后来啊, 就都走了。 他们是在哪家医院去世? 湖堤县医院, 离我们这儿最近那大医院。 湖堤县医院七年以前的医疗记录, 并没有收入电子资料库, 但也许是夫妻俩短时间内先后患癌死亡的事情并不多, 县医院有人记得好家夫妇, 他们的主治医生唐建军现在已经退休了。 这家人很可怜的。 唐建军头发全白了, 声音有种老年人常有的沙哑。 两口子一查出来就是晚期, 救都没法救, 我让他们的儿子一查, 也是癌症。 明术症了一瞬, 眼神轻刻变得锋利, 好路患上了癌症。 老医生在医院干了一辈子, 虽然只是个小县城的医院, 但也算是见过了世间百态, 在疾病和死亡面前, 人性会变得格外精彩。 所以见明术语气突然改变, 唐建军也不诧异。 以前的人呢, 没有体检意识, 尤其是我们这种小地方, 一辈子一次体检都没做过的人都有啊。 我记得那时是妻子先查出癌症, 她丈夫没多久也住进来了。 好, 好什么? 好路 啊, 好路 好路一个人照顾他们, 天天往医院跑, 还要忙家里的事。 好路也是四十来岁的人了, 两头坚固到后来就不怎么扛得住了。 我每天都能见到他, 和他谈过了他父母的病情后, 才得知他从小到大, 都没看过病。 我建议他做一次体检, 他当时没答应, 说啊, 没那个时间。 后来他父母都走了, 他来找我, 说想做体检, 一查就查出肺上有阴影。 确诊是肺癌? 他父亲患的就是肺癌。 明术倒吸一口气, 如果说好路九年前就患上了肺癌, 那怎么可能活到现在? 要么九年前的诊断是误诊, 要么真正的好路已经死去。 后来在九龄心理诊疗所当保安的, 根本不是好路, 而是教授。 教授不仅让黄毛泉成了自己的替身, 还在多年前占据了一名癌症病人的身份。 九年前负责侦查秦国性自杀一案的, 是东城区刑侦支队。 当时的法医横检员因为这一行的艰辛, 已经转行不在公安队伍里, 而当时的专案组组长罗敏, 在四年前因为刑讯逼供而被调出刑侦支队, 目前在东城区花园街派出所任民警。 义飞被肖于案调去彻查这个案子, 对此案了解得越深, 义飞就越觉得当年结案过于草率, 一些细节根本没有查清楚, 而DNA技术当时刚引入刑事侦查不久, 秦国性的DNA信息此前并没有入库。 法医之所以确定死在实验室里的人就是秦国性, 是因为横检员在秦国性家里找到了带毛囊的脱落头发, 还有卫生纸上的体验, 其DNA信息和死者的DNA信息遗致。 这如果放在现在, 如果由重案组侦查, 根本不会得出死者就是秦国性的结论。 更可疑的一点是, 秦国性在死亡之前取走了名下所有账户的资金, 而这笔资金在秦国性死后到哪里去了? 是被人拿走, 还是被秦国性死前就已经花完了? 如此重要的问题, 东城分局居然没有往深处查。 第185集 好路九年前是在胡迪县医院确诊出肺癌的。 肖云安看着视频电话里的民数, 支着脸颊思考。 肺癌死亡率很高, 如果不是误诊, 那现在失踪的好路就应该是另一个人。 你不是说好路跟九年前死去的秦国性十分相似吗? 九年前这个时间节点太巧了, 我现在越看好路和秦国性的照片, 越觉得他们就是同一个人。 肖云安拿着手机, 向法医和横检的办公区走去。 好路与秦国性相似, 而秦国性在死亡之前, 面目是因为过量服用药物而发生改变。 好路患有肺癌, 那么其中有一种可能就是, 当年用秦华纳自杀的是真正的好路。 做药物实验的也是好路, 好路代替秦国性去死, 在真正的好路死去之后, 秦国性以好路的身份活着, 并进行着他越来越疯狂的实验。 明树还待在狐吕镇, 身后正是好家早已无人的房子。 他身前异常凝重, 右手成拳, 敲打着皱得死井的眉睛。 问题太多了。 第一, 真正的好路为什么愿意代替秦国性去死? 第二, 秦国性为什么要玩假死这一处? 第三, DNA检验证明, 死掉的就是秦国性, 不是别人。 还有呢? 第一点第二点, 涉及好路与秦国性的心理, 他们的行为只有他们自己能解释, 暂时不讨论也罢。 第三点, 九年前的DNA检验作假出错的可能性不低。 我最在意的是第四点, 好路患有肺癌, 当时为什么事件报告上根本没有点出这一处? DNA检验可能出错, 但事件手段即便是在九年前, 也已经成熟, 法医没有理由查不出肺癌。 一旦事件报告上有肺癌, 那这个案子就不可能草草结案。 你相信法医会刻意隐瞒死者患癌的事情吗? 秦国性一案的主持法医蔡勋, 前几年她还没有离开法医队伍时, 我和她打过交道。 是个老法医了, 经验丰富, 能力跟我们邢老师比有欠缺, 但不至于差道看不出死者患有肺癌。 至于人品, 我不敢打包票, 但我主观认为, 蔡勋没有理由在这种事情上出去虚假报告。 那剩下的解释就是, 死者并未患肺癌。 那不就与好路患有肺癌的事实相悖了吗? 有个可能性很低的情况, 好路的父母因为癌症过世, 胡迪县医院的医生误诊好路患有肺癌。 你想想, 这样前后逻辑能不能连起来? 明树闭眼, 浮游睁开, 长时间奔波与高强度工作, 已经令他显出疲惫之态。 我现在有点乱, 还得再捋一下。 没事, 线索和逻辑其实已经清晰了, 你休息一下, 这边我来负责。 明树眼中有些不算重的红血丝, 两眼短暂的诗神, 呆呆地看着萧玉安。 萧玉安任他看了会儿, 冷声道, 明队。 啊, 萧雪, 我现在给你拍任务, 是不是太没人心了? 不用怜向西语了, 你明队承受得住。 假如我们的推断接近事实, 九年前死去的真是好路, 那我之前的那个想法, 好路会回到家乡狐吕镇, 就是一个误判。 好路会回到家乡, 但这个家乡不是狐吕镇, 他要回的是兰川县, 秦国省的老家兰川县, 那里才是他真正的家乡。 兰川县在东南与狐吕镇相隔遥远, 冬夜市与兰川县的距离就更远了。 萧鱼安说, 我马上与特别行动队沟通, 你立即动事。 冬夜市医科大学药学院, 三年前翻新过一次, 九年前的痕迹早已不复存在, 而秦国省的遗体也火化入土。 现在想重查这个案子, 难度极大, 只能从当年负责侦查的刑警身上着手。 东城区花园路派出所, 一飞刚一走近, 就听到一阵粗鲁的骂声。 罗敏, 四十七岁, 腰大绑员满脸力气, 正在呵斥一位刚被分到所里的小民警。 小民警被骂得不敢吱声, 肩膀塌着, 脑袋低着, 即便是警服, 也无法帮他撑出气势来。 对, 对不起, 我以后会注意的。 注意? 注意点个球容啊! 老子当年没保证过以后注意啊! 上手给过老子机会吗? 罗敏脸上的横肉抖动, 唾沫横飞。 小民警不知道罗敏因为刑讯逼供, 而被踢出东城区行侦支队的事。 所里其他人却早就听到耳朵伸出一层茧, 个个一言不发, 看罗敏表演。 小民警其实根本没有做错任何事, 罗敏当年当刑警时, 性格就特别暴躁, 爱搞刑讯逼供那一套。 到了派出所, 脾气更不收敛, 有事没事就逮住年轻人撒气。 骂舒坦之后, 罗敏才将小民警放了。 前段时间他亲以前的领导吃饭, 抢回分局, 好话都说尽了, 对方却跟他明说, 现在上面严查刑讯逼供和作风问题, 你没可能再回去。 臭你妈的! 罗敏想到这茬就来起, 让小民警滚之后, 还一脚踹翻了一张凳子。 亦非看着小民警垂头丧气地出来, 轻轻拍了拍对方的肩。 小民警并不知道, 这位是刑侦局重案组的副队长, 他看亦非面向温和, 还好心提醒。 罗哥正在气头上, 你有事找他的话, 要不就再等一下。 亦非叹了口气, 走到罗敏的办公室门边, 在那扇本就开着的门上, 敲了两下。 罗队! 罗敏开口叫骂, 一看来人竟是一飞, 立即将脏话验了回去。 但凡是在冬夜市搞刑侦的, 谁不知道重案组的分量, 分局所有解决不了的案子, 最终都会移交到刑侦局, 其中最麻烦的那一批, 必然由重案组负责侦破。 重案组负队长, 职位虽然不高, 年纪也不大, 资历比不上东城分局行侦支队的队长副队长, 但说话却相当有分量。 而且这个一飞, 还不是普通的副队长, 那是和明树一同生上来的人, 是明树亲信里的亲信。 明树年纪轻轻就成为了重案组的队长, 可见有多受上头看重。 罗敏和王豪不同, 王豪看不惯明树, 就将情绪摔到明面上。 但是罗敏, 却是个热衷捧高踩低的, 谁比他低, 他就踩谁, 以此来拔高自己。 就比如刚才那个小警察, 谁比他高, 他就上赶着凑过去, 指望讨一点好处。 见到一飞的一瞬, 罗敏脸色变化得极快, 立即将人请进屋。 义队, 你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了? 欢迎收听常配文学授权,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行真纯爱小说剧《心狂》, 作者初和, 由周末、佩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186集, 义飞性格并不强势, 在民宿身边当惯了绿叶, 但刚才在外面看到罗敏欺辱小民警的一幕, 心中也很是不怨, 连寒暄都省了, 直接切入正题, 询问当年的秦国刑一案。 罗敏在分局经手的案子很多, 秦国刑案并不突出, 侦破过程也没有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 罗敏一时没想起来, 故作轻松与义飞打哈哈, 饶食温和的义飞, 也终于有了几分火气。 罗队, 当年你处理的这桩案子, 可能和我们重案组正在查的案子有关, 麻烦你认真想一想。 罗敏咽了口唾沫, 眼神变得警惕, 半晌后遍开视线, 有几分推卸责任的意思。 我是案子的负责人, 没错, 但那个案子没有太多需要摸牌推理的地方, 案情清楚, 证据呢也充足。 如果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那也是法医和横检员的问题, 和我没关系。 你也认为哪里有差错? 我只是随口一说。 我问你, 当年你们已经查到秦国刑死亡之前, 将账户里的钱取空了, 为什么没有追这条线? 秦国刑将钱交给的谁你们没有想过? 你们没有想过? 当然是被他自己花掉了呀, 他是自杀, 自杀前挥霍掉所有积蓄, 很难理解吗? 法医都已经确定了秦国刑是自杀, 他的钱到哪儿去了, 有这么重要吗? 亦非忽然不想再问下去了, 很多刑警竭尽所能侦查命案, 不放过任何一种可能, 任何一个疑点。 若非如此, 沙春案里, 于孝成极有可能被冤枉为凶手。 而有些刑警, 根本不愿意去深挖线索, 能结案就结案, 最擅长的不是侦查, 而是霍悉尼推卸责任。 归根到底, 虽然大家都穿着刑警的制服, 却不是同一类人。 亦非平静下来, 不再与罗敏废话, 将已知的线索整理一番后, 汇报给肖玉安。 东南南川县兴如香, 这年头, 年轻人向往外面的世界, 翅膀一硬, 就想从穷乡僻壤里飞出去。 还留在村里的, 除了被生活折磨了一辈子的老人, 就是被父母丢下的留守儿童。 好路回到这里, 已经有一段时日了, 每天看着水洗般湛蓝的天空 和金灿灿的田地, 偶尔觉得, 自己其实老早就该回来了。 这里才是他真正的家乡, 他出生在这里, 成长在这里, 在十八岁那一年, 考上了离家最近的医学院, 从此远走, 以为自己将要高飞, 可最终, 却在尚未老去之时, 回到了原地。 从上衣口袋里摸出自己的身份证, 证件上的人名叫好路, 有一张与他相似的脸, 他将这张身份证带在身上, 已经有九年了, 但真正使用的次数, 却屈指可数, 因为他知道, 他不是真的好路。 是你。 明树赶到蓝川县市, 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一张熟悉的面孔。 萧玉安在电话里说, 审讯会派特别行动队的队员过去支援, 他没有想到, 来的, 居然是昭凡。 在特别行动队的时候, 明树最早混熟的人, 就是昭凡。 这家伙是特别行动队里, 最特别的一个存在, 和谁都能聊一天, 你跟他说东, 他跟你说西, 明明说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聊天却还总能进行下去, 而且歪理一大堆。 最特别的是, 昭凡生得异常俊美, 还偏偏不是花瓶, 特别行动队若要选出一位最强狙击手, 那必然非招反莫属。 我不行? 你还嫌就我不成啊? 明树上车, 只是没想到, 特别行动队最近是不是很闲呢? 沈队随随便便就把你派出来了。 我正好在这边办事, 本来办完就准备去海边休假了, 我这大山里出来的猴子, 推, 我这大山里出来的孩子啊, 难得见见海不是吗? 结果就给沈寻给叫过来了。 明树知道特别行动队的纪律, 一年不一定能休一次假, 如果有任务, 即便是在休假中, 也必须接受任务。 明树忽然觉得有点对不起赵凡。 不过我一听是你啊, 我就来了呗, 忙完案子了, 咱去海边吃海鲜去, 我做菜好吃, 但海鲜还真没做过, 你来给我打下手, 我做给你吃。 明树一听就头痛, 赵凡可以自夸摄属金人, 也可以自夸是特别行动队的颜面, 可以自夸人缘好, 但绝对没有资格自夸做菜好吃。 明树去年刚到特别行动队时, 人生地不熟, 赵凡要做菜给他吃, 他当然领情, 吃过才知道, 为什么赵凡说要请他吃饭时, 周围的人都在笑。 赵凡这个人呢, 实在是没有什么做菜的天分。 明树不想去海边吃赵凡做的海鲜, 况且也没那个时间, 现在不是抓到秦国醒就万事大吉, 回去还得审, 黄牟泉的尸体也还没有找到。 除此之外, 许盈说的那个案子, 也是时候提上日程。 这么一想, 简直就没有喘息的机会。 不如你跟我回冬夜市吧, 我们那儿也有海鲜, 赢哥好吃好喝把你喂肥了, 再给沈队送回去。 两人聊了会儿, 就开始谈案子。 我们现在去兴卢县, 蓝川县有人见过好路, 也就是你要找的秦国醒, 但他现在不在蓝川县城里。 秦国醒的老家, 在蓝川县下面的兴卢厢, 既然他回来了, 就一定会去兴卢厢。 秦国醒坐在乡间的石块上接脚, 身边放着两大包纸钱 香烛供果。 对面那座山上, 有他父母的墓。 时隔多年, 他想去给他们上炷香, 烧些纸钱。 自打回到兴卢厢之后, 秦国醒就总是想起过去的事, 对身份的认知, 在好路与秦国醒之间来回转换。 他不知道自己的人生, 是在哪里突然出了错。 错误和那些努力而平庸的人一样, 像一块块多米诺骨牌, 一块推着一块倒下, 往前追溯, 愣是不知道, 第一块是什么时候, 被谁推倒。 追溯来追溯去, 最终只能归结尾, 他的出生就是一个错误, 就是第一块倒下的牌。 欢迎收听 常配文学授权,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 行真纯爱小说剧 《心狂》 作者初和 由周末、 佩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187集 秦国行点了一杆叶子烟, 一边抽, 一边看着郁郁葱葱的山头, 他不大抽得惯这玩意儿, 前两天跟着一位老乡请学, 学是学会了, 抽的时候却老是咳嗽, 学得特别呛人。 小时候, 父亲就总是抽这种烟, 每天干完活抽上一杆, 然后对他说, 我醒了, 你好好用功, 老爹别的不懂, 就懂一个道理, 只要肯用功, 就一定会有收获。 他将这句话当作作有名, 从小到大, 都是周围同龄人里最努力的一个, 命运没有辜负他的努力, 考研的时候, 他竟然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医学院, 考进了在全国名列前茅的冬夜医科大学。 到了冬夜医科大学, 他更加刻苦, 可就在他愁愁满志, 准备更上一层楼的时候, 噩耗从老家传来。 他的父亲, 干活时突发脑移血, 送去医院后, 虽然暂时抢救了过来, 却一直没有醒来。 那个时候, 秦国省正跟着导师钻研一个项目, 若是突然离开, 今后就不可能再和导师一起做事。 母亲哭着求他回家, 心情与前途之间, 他难以抉择。 导师告诉他, 百善孝为先, 你应当回去。 但是他却在导师这话里, 听出了威胁。 那位导师是学院里出了名的务实者, 所有因为个人原因请假的学长学姐, 最终都没能在导师那儿讨到好处。 为了不可限量的将来, 他放弃了自己的父亲, 看都没有回去看一眼, 任母亲独自在家乡照顾父亲。 两个月之后, 他那不堪重负的母亲, 掐死了病床上的父亲, 然后扶农药自杀, 留下一封遗书, 上面写着, 我们不拖累你, 你一个人要照顾好你自己。 父母亡故写涉及命案, 他不得不立即赶回家乡, 处理好父母的后事, 又配合完警方的调查后, 连忙赶回一棵岛, 此事成了他人生的一个拐点。 在这之前, 努力于他是有效的, 而在这之后, 努力成了一个不管怎么挣扎, 都跳不出的怪圈。 兰川县离冬夜市路途遥远, 他在路上编造了一个谎言, 父母死于疾病, 但是谎言瞒得过学生, 瞒得过同僚, 却瞒不过学院的领导。 谎言下的事实就是, 他在父亲重病, 急需有人照料时, 拒绝回家, 导致他的母亲在儿子的不孝, 和丈夫的不幸中陷入绝望, 最终杀害丈夫, 并且自杀。 此事若按药学院的规矩去深究, 他已经没有资格留校, 可他的导师却出了一份力, 使他顺利留校。 他原以为一切都解决了, 未来将往好的方向发展, 可往后的十多年, 却让他成为了药学院的一个笑话。 不管他怎么努力, 都做不出任何成果, 资源、项目, 没有一样是他能争取到的。 领导也不待见他, 他十多年前是讲师, 如今仍然是讲师。 同届要么早就升上去了, 要么已经离开学校, 做生意赚得盆满钵满, 而他, 只有他, 活了个满盘皆输的人生。 遭到报应了, 是父亲交回他努力就会有收获, 而他却不仅没有回馈父亲, 还将父母一同推向死亡。 所以父亲要收回家住在他身上的祝福, 心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扭曲的, 他自己都不清楚。 越是被人冷落, 越是想要成功。 他一心想要做一个一鸣惊人的实验, 让那些看不起他的领导, 生得比他快的同事, 给他的课打负分的学生, 对他刮目相看, 还要让他们对自己言听计从。 他将自己关在实验室里, 专研精神类药, 只要研究成功, 他就不再是默默无闻的讲师。 可是研制出的药物, 必须要有试药者。 实验一直是秘密进行, 他到哪里去找愿意试药的人? 将药用在自己身上, 他不是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但他学的是药, 教的是药, 研究的还是药, 最是清楚药的可怕, 他不愿意拿自己去冒险。 但如果是别人? 他想起了好路, 一个不久前认识的同龄人。 好路比他小几个月, 老家在农村, 小半年前才来到冬夜市, 在一家茶楼里当清洁工。 他在学校里没有朋友, 亲人也早已亡故, 闲下来的时候, 唯一的爱好是去茶馆听戏。 当秦国省第一次看到好路时, 颇感惊讶。 好路的长相与他有六分相似, 单看背影的话, 更是向到了九分。 好路也很诧异, 主动问了问他的籍惯。 兰湘县与狐吕镇相隔甚远, 他们不可能有血缘关系, 但正是因为没有血缘关系, 却长相相似, 才更加难得。 好路很珍惜这个缘分, 闲聊的时候, 竟给他说了不少自己家里的事。 他得知, 好路的父母今年双双死于癌症, 好路本人也在老家被诊断出了癌。 反正活不成了, 就想到大城市来见见世面。 好路倒是想得通, 到冬夜市之后, 也没有去大医院重新诊断, 就随便找了个工作, 一边如愿感受城里的生活, 一边消磨所剩不多的日子。 秦国省大致猜得出, 好路不去医院, 一来是目睹父母被癌症折磨, 知道这病根本治不了, 二来, 也是因为没钱。 原本他为这位有缘人感到惋惜, 但在找不到要人的紧要罐头, 一个恶毒的计划, 渐渐出现在他心中。 生患肺癌的好路, 不就是最合适的药人吗? 好路并不知道是什么药, 一个时日无多, 又没有钱治病的人, 也不会在意自己服下的是什么药, 只要那种药, 能救自己的命。 秦国省告诉好路, 自己所在的团队, 正在开发一种治疗肺癌的新药, 此药还未上市, 自己能够拿出一批来。 但是好路却无奈道, 但是我, 我没有那么多钱呢。 不需要钱, 只要你配合我们的研发, 所有药都免费提供给你。 父母在癌症晚期经历的痛苦, 给好路留下了极深的阴影, 以至于好路活下去的念头, 并不强烈, 打算在承受不住痛苦的时候, 自行了断。 秦国省一再劝说, 好路忽然笑着道, 秦哥, 你是缺一个帮你施药的人吗? 秦国省当即已惊, 他这才意识到, 好路以前长时间在医院照顾父母, 对试药, 药人, 也许都有所了解。 我父亲死后, 我就没有别的亲人了, 本想一死了之, 没想到来冬夜市, 会遇见你。 我们, 我们长得这么像, 我就把你当作我亲哥好了, 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 你有什么药, 尽管用在我身上吧, 我就当作, 当作帮助自己的亲人了。 欢迎收听, 常配文学授权,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行真纯爱小说剧, 心狂, 作者初和, 有周末, 配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188集, 秦国省被这番话所感动, 当即决定带好路去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 做一次全面检查。 但良心发现, 也就一瞬, 这一瞬之后, 他的内心再次被院毒阴狠包围。 他的确带好路去检查了, 但是去的, 却不是正规医院, 而是野诊所。 医生出去的检查报告显示, 好路并没有患上肺癌, 无履症那次诊断, 很可能是误症。 他本该将这一喜讯告诉好路, 可在好路面前, 他却悲伤地叹了口气。 好路最近染上了感冒, 咳嗽得很严重, 肺部意识隐隐作痛。 秦国省假装着急, 送好路回家之后, 郑重其事地将药摆在了好路的面前。 多次服药之后, 好路出现了严重的反应, 面部四肢长出浓疮, 时常伴有精神问题。 原本温和内向的一个人, 忽然变得疯癫喜怒无常, 好似药物研究者的扭曲, 全都经由药物, 传递到了好路身上。 秦国省感到了恐慌, 同时又觉得兴奋, 他引以为傲的药正在杀死一个人。 如果实验继续下去, 好路必死无疑, 可如果实验就此中断, 事情一旦败露, 他将面临牢狱之灾。 这时, 竟是好路提出了解决一切的办法。 秦哥, 我很羡慕你。 我们长得这么像, 就跟亲兄弟一样。 但你是大学里的老师, 我却当了一辈子庄家汉, 最后还患上了癌, 真不公平啊。 秦国省看着有气无力的好路, 意识无言。 我也想知道, 在大学当老师是什么样的感觉。 好路一向, 脸上的那些浓疮就格外可怖。 这样吧, 我反正也是要死了, 你让我以你的身份去死, 怎么样? 什么意思? 我们长得这么像, 我脸上长了这么多浓疮, 也没有人愿意盯着我的脸看了。 从今天开始, 我是你秦国省, 你是我好路, 我去你工作的地方, 感受一下当老师的快乐, 然后, 你让我轻松地死在你的实验室。 你胡说什么? 癌症太痛苦了, 我爹妈最后都是被痛死的, 你不是懂药吗? 毒药你总能搞来吧? 我在你的实验室, 穿着你的衣服服毒自尽, 别人都会以为我是你。 你疯了? 我们只是长得像, 你当别人都是瞎子吗? 我不是说了吗? 我从今天就开始扮演你, 时常去你们学校走动走动, 让你的学生同事熟悉我这张脸。 而且我虽然没什么文化, 也已经查过了, 服用错误药物, 有概率造成容貌改变。 你想的, 这是谁的错? 秦国县, 是你要在我身上做你的药物实验, 你一点代价都不愿意付出吗? 我, 你没有选择。 你也可以不按我说的去做, 但我就要告诉所有人, 你做了什么事? 这样难道不好吗? 我以你的名义去死, 不用在将来被癌症折磨, 而你用我的名字活下去, 不用坐牢也不用承担别的后果。 你还能想到更好的办法吗? 秦国县确实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更没有想到, 自己的药, 让好路变成了一个比自己还扭曲的疯子。 但, 那是我们长得再想都没用, 只要检验DNA, 警察就会知道你是谁。 DNA? 那是吗? 秦国县沉默了很久, 摇了摇头。 算了, 我去想办法。 计划开始进行时, 秦国县在脸上伪装出了与好路类似的浓疮, 与好路交替出现在校园里, 上课的是他秦国县, 出现在食堂图书馆的却是好路。 周围开始出现一些传闻, 说秦蒋实施在秘密做一项违规实验, 药物用在自己身上, 才导致面容发生改变, 还长上了浓疮。 为此, 他还被副院长教训谈过一次话, 好路的情况越来越糟糕, 在体验够了大学教师的生活之后, 他迫切地想要死去。 那些病痛其实都是药物带来的, 但是好路却误以为是癌症正在发作。 让我去死。 秦国县找来秦化纳, 并将自己的住处打扫干净, 在床上阳台卫生间放下数根好路的头发, 牙杯里放入好路的牙刷, 还在垃圾桶里丢入包裹着好路提液的卫生纸。 做好一切准备之后, 他将秦化纳交给了好路。 当天, 好路被发现死于实验室, 而秦国县则拿着好路的身份证成为了好路。 兴炉香虽然属于蓝川县, 却是离县城最远的一个县, 路没有修好, 全城颠簸, 而昭凡在去特别行动队之前是西南边境的基督特警, 开启车来特别彪悍, 明树说了好几次我来开吧, 你休息一下, 昭凡都马上拒绝, 我来我来我来, 你休息, 你休息, 明树被颠的胃都快呕出来了, 哪里能够休息, 兴炉香的常住人口很少, 没有旅馆招待所, 而秦家以前的房子十多年前就拆了, 秦国行此时回来, 住宿就是最大的问题, 乡里很少来外地人, 乡民们彼此熟悉, 明树一问, 就得知村西王家最近住了个外乡人, 王大爷也不隐瞒, 指着院子里的一间房子说, 他租的我的房子就住在那儿, 不过现在没在, 不知道上哪儿逛去了。 此时的冬夜市, 重案组正在想方设法寻找黄牟犬的尸体, 肖玉安再次亲自来到坎子酒巷, 敲响了四号楼四杠五的房门。 欢迎收听长沛文学授权,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行真纯爱小说剧, 心狂, 作者初和, 有周末, 佩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189集, 一杆烟抽完了, 秦国兴看了看脚边的指前与香竹, 将他们提起来, 继续往山的方向走。 好路刚死那会儿, 他本以为自己无法接受从一个大学教师堕落为普通人的生活, 可离开讲台, 离开实验室, 不再被教授们无视, 被学生们轻视, 他忽然感到宠火新生。 也许早就该放弃了, 早就该换一种方式生活, 只是一直迈不出第一步而已。 想通这一点, 秦国兴顿感轻松, 九年时间里, 他刻意模仿只有初中文化的好路, 混迹在市井之中, 做各种各样的底层工作, 将身上那种高级知识分子惯有的书卷器磨得一干二净, 几乎从过去的压抑中走了出来, 还跟手艺人学会了简单的易容。 绝大多数时候, 他以为自己就是好路, 那个父母死于癌症, 自己曾被误整为癌症的农村男人。 身份已经兑换, 世界上唯一知道他不是真正好路的人, 早已经死去, 这其中甚至由警察作证, 完美的死无对证, 可他还是不敢经常使用好路的身份证, 从不进正规医院, 从不乘坐飞机和火车。 三年前, 他有心返回校园, 本想去冬夜医科大学, 应聘一个宿馆或者图书管理员, 却担心被人发现长得像死去的秦国心讲师, 更担心那些曾经在同一个实验室工作的同僚, 已经不记得秦国心讲师的模样。 他这大半生受人冷落, 最在意的就是彻底被遗忘。 最终, 他选择在医科大对面的九龄心理诊疗所工作。 九龄心理诊疗所属于光业医院, 不过和光业医院的大部分科室不同, 九龄心理诊疗所相对独立, 其医生也大多是从别的地方高薪聘请而来。 他在九龄谋了个保安党, 非常清闲的工作, 每天需要做的就是在各个楼层巡视。 九龄每周会有一个面向公众的心理学科普交流会, 任何人都能报名参加, 所里的医生轮流主持。 秦国心当年还在医科大师, 就对心理学感兴趣, 看过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籍。 每次交流会, 秦国心都不拉下, 穿着保安服坐在最后一排听讲。 所有主持讲座的医生里, 他对洛毅最感兴趣。 洛毅年轻而才华横溢, 举止风堵翩翩, 是他二十来岁时以为自己会成为的那种人。 他羡慕洛毅, 又极度洛毅。 多年前那种堵在心中的压抑感, 不知不觉又回来了。 他迫切地想证明, 自己当初如果专研的是心理学, 而不是药学, 如今的成就不一定比洛毅差。 九龄有一个向所有员工开放的小型图书馆, 里面的书籍, 九成都是心理学相关。 秦国心有空就去借基本来看, 有机会就向所里的医生请教, 但从不和洛毅交流。 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名义上虽是仅有初中文化的好路, 但是底子里却是拿到了博士学位的行国行。 心理学基础知识他消化得很快, 有基础之后再去听洛毅的讲座, 较劲的心态就更加旺盛。 数年前的往事跃入脑中, 他不禁想起自己那次失败的药物实验。 实验真的彻底失败了吗? 如果失败的彻底, 那为什么好路被他变成了疯子? 如果实验继续下去? 秦国心开始兴奋地颤离, 似乎又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他要再做一个实验。 而这个实验, 不再是使用药物去影响人的精神, 而是用心理学。 天才很少,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平凡而努力生活着的普通人, 平凡并不可耻, 努力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这是洛毅在一次交流会上对Loser们说的话。 但是秦国心却想反驳, 平庸者的努力是一种耻辱, 没有天赋的人即便苟且活着也是一具行尸走肉。 秦国心在租住的小屋里用麻将组成多米诺骨牌, 食指轻轻一碰, 第一块牌倒下, 然后再也不用出手, 后面那些牌, 那些平庸而努力的人, 统统被一个一个推向死亡。 计划成型了, 他只需要推倒一个人, 就能旁观这场声势浩大的死亡游戏。 乌镇, 那个来九龄参加过交流会的平庸编剧, 是他的第一个目标。 时隔多年, 秦国心再次打扮成大学教师的模样, 只是和过去相比, 他的头发已经白了许多, 脸上的皱纹也更加深刻。 去年秋天, 他开始接近乌镇, 乌镇常年执着于写剧本, 并不知道医科大药学院, 有位名叫秦国心的讲师, 在九年前就已经服毒自杀。 当秦国心有意无意将 一直留着的证件放在乌镇面前, 并说起自己的工作和身份试, 这个被现实打击到近乎绝望的中年人, 轻而易举就相信了。 他比乌镇年长, 又成功让乌镇误以为自己是大学教授。 当他讲述自己是半辈子无望的挣扎时, 乌镇全然感同身受。 我们这样的人, 活着也只是充当世人的笑柄。 他多次对乌镇这样说。 十二月, 乌镇陷入一种极为消极的情绪中, 他看准时机, 终于将自杀计划告知乌镇。 乌镇十分的诧异。 你希望我杀了你? 我一生平庸, 起码最后的死亡不想再平庸。 秦国心看着乌镇的眼睛, 言辞恳切。 我们是一样的人, 与其被人瞧不起, 一生被才华横溢的人踩在脚下。 不如做一件, 让世人终于能注意到我们的事。 乌镇震惊难言, 当即逃走。 秦国心却并不失望, 乌镇有这样的反应很正常, 但想通之后, 乌镇一定会回来。 在这期间, 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找一个替死鬼。 这个人会代替他死在乌镇面前, 令乌镇对他的死亡深信不疑, 然后从他手中接过接力棒。 到那个时候, 他就只用将一个又一个种子推到乌镇身边, 看乌镇如何让他们发芽了。 秦国心看着全部倒下的麻将, 发出一连串阴沉的笑声。 一旦这个实验成功, 他就是比洛毅更厉害的心理学专家。 姜还是老的了, 洛毅那样的年轻人, 怎么比得过他? 黄毛泉, 一个在山墙街卖串子的人, 好鹿的同乡, 等于是他秦国心的同乡。 此人来到冬夜市的时间, 比好鹿早半年, 当年好鹿还跟他说过皇家的悲剧, 提到自己和黄毛泉小时候一起玩过。 早几年, 秦国心最怕遇到狐吕镇的人, 更是不敢与认识好路的人相处。 但现在不一样了, 时间足以改变容貌, 模糊记忆, 他已经不担心被狐吕镇的人怀疑。 时间紧迫, 他需要以最快的速度, 找到一个合适的替死鬼。 第190集 秦国省去山墙街观察过黄毛泉, 黄毛泉与他长得并不像, 但体型却差不多。 黄毛泉独自住在王女的房子里, 也就是山墙街坎子酒巷四号楼四岗一。 他提着家乡风味的卤菜和酒, 以好路的身份到访。 十年未见, 他乡遇到了乡亲, 黄毛泉很惊讶。 秦国省对心理学的掌握, 是黄毛泉这样的普通人无法想象的。 一顿饭的功夫, 黄毛泉就放下了戒心。 此后, 秦国省多次来到山墙街, 戴着口罩和帽子, 因为是大冬天, 他这一装扮从未引起旁人注意。 趁黄毛泉不注意, 他拿走了黄家的钥匙, 配了一把新的。 不久, 如他所料, 乌镇回来了。 我假如您的自杀计划, 我们这样的人, 除了互相帮助, 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活着, 活着实在太痛苦了。 是, 我们不能选择出生, 天赋, 索性, 我们还能选择死亡。 计划定在春节, 春节家家户户走进房友, 城管部工作, 是作案的最佳事迹。 你不用为我担上杀人的罪名, 我会服毒自尽。 你来这里帮我处理后事就好。 他带乌镇来到四杠一门口。 这是我父母留下的房子, 我很少过来住。 在他们生前, 也没能好好孝敬他们。 所以, 我希望在这里 度过最后一刻。 我一生无用, 没有建立任何功名, 无言下去见我的家人。 我想用这张布料蒙住脸。 请你, 不要将布料拆开。 你要服用的是, 是什么毒? 秦华纳, 没有痛苦, 一会儿就过去了。 你将来需要的话, 我可以给你一份。 正月初五晚上, 秦国省去黄毛泉家中过节, 两个在异乡的, 没有亲人的老男人, 一同喝个小酒吃点小菜, 这年便算是过了。 黄毛泉提前做好了许多家乡菜, 秦国省将带来的水果切好装盘, 剧毒的秦华纳就撒在橙子上。 黄毛泉是个粗人, 拿起就吃, 秦华纳的毒性很快发作, 黄毛泉倒在桌上, 没多久就咽了气。 秦国省戴上手套, 将黄毛泉搬去床上, 并用准备好的黑布, 将黄毛泉的头包起来, 在脑后扎了一个死结, 就像黄毛泉自己绑上去的。 然后, 他将所有被自己碰过的小物件, 比如水果刀, 碗碟, 全部装入包里, 再将现场清洁一番, 保证没有丝毫属于自己的痕迹留下, 这才离开, 并将钥匙放在门外的花盆里。 之后, 乌镇穿着清洁工的衣服, 用钥匙打开四杠一的门, 将尚未僵硬的尸体, 放入准备好的环卫专用麻袋中, 从四楼拖至一楼, 再装入手推垃圾车, 在满街的道府与红灯笼中, 步入黑水般的夜色。 四个月后的六月二十二, 乌镇服用秦化纳自杀, 颇有想象力地将自己封入水泥中, 也不知是想要永垂不朽, 还是永世不被人发现。 秦国省愉悦地摆弄着家里的麻将块, 等待被乌镇感化的沙春, 将接力棒交给下一位绝望者。 沙春是他为乌镇选择的目标中, 最优秀的一位。 同一时间段, 他煞费苦心地将一颗大新闻专业的汪影, 引到了乌镇面前。 但乌镇更看重的, 似乎是一个叫做罗赶峰的人。 此人后来突然消失, 他察觉到了一丝危机。 不过乌镇与沙春之间的顺利交接, 给了他莫大的信心和满足感。 而此时, 他正好得知, 洛毅有一位名叫文赫的患者, 此人的自我评价似乎非常低, 又是一颗有潜力的种子。 秦国兴暗自发笑, 想起洛毅曾在一起交流会上, 建议有抑郁倾向的人培养个人爱好, 便猜测洛毅对文赫也说过类似的话。 于是, 他将尖家白鹿的传单交给在街边玩耍的小孩, 以零钱哄骗小孩把宣传单塞到文赫怀里。 他的种子还有在光业医院大吵大闹的龙天号, 可和上次一样, 事情的发展和他理想中的再次出现偏差, 和沙春走得最近的是一个高三复读生, 这个人是主动到尖家白鹿血骨症, 并非他为沙春选择的种子。 渐渐失控了, 多米诺骨牌只倒下了一张, 就几乎卡住了。 他极度怀疑, 罗感风是从乌镇处得知了整件事的始末, 才突然不见。 他必须找到罗感风, 用秦华纳杀死这个带着秘密逃跑的人。 可是, 罗感风尚未找到, 沙春就已经死了。 秦国省陷入巨大的恐慌中, 他为沙春选择的文赫与龙天号, 一人不在国内, 一人早就与沙春没了联系。 和沙春关系最为密切的, 是于孝成, 而于孝成在不久前就已经回到学校, 再次复读。 那杀害沙春的, 会是谁呢? 他发现, 自己的多米诺骨牌, 似乎被一个看不见的人动过了。 九年前, 与好路互换身份时, 他遇到的是一群只想着迅速结案的警察。 他在DNA检验上耍的小手段, 并未被警方识破, 他们甚至没有去查, 秦国省死亡之前, 为什么要将所有存折中的钱取出来, 而这些钱, 现在又到哪里去了? 如果这次侦办沙春案的, 也是这种敷衍了事的心情。 但是, 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察, 好像是警戒的精英。 时至今日, 秦国省对精英仍旧抱有深重的畏惧, 畏惧催生出极度, 以前极度药学院那些比他优秀的教授, 后来极度年轻有违的洛逸, 他既害怕他们, 又想成为他们, 心里早已扭曲到了极点。 那个叫民数的警察, 从演艺集团查到了奸家白路, 秦国省再也坐不住了, 为了不引人注意, 他私底下向保安队长请假, 说是家中有急事, 要离开一段时间, 然后处理掉所有个人物品, 带上少许行李, 搭上了去狐吕镇的私人客车。 车到半途, 他才恍然大悟, 狐吕镇是好路的家乡, 却不是他秦国省的家乡。 由狐吕镇到东南的蓝川县, 路途漫漫, 他一路搭私车, 回到阔别几十年的老家时, 忽然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 拼搏, 奋斗, 挣扎, 哄骗, 杀人, 一切都好像成为了上辈子的事, 成了别人做的事, 而他只是站在一旁, 关上了一个压抑又疯狂的人。 他不是好路, 也不是什么勤讲师, 他还是那个将父亲的话作为座有名的少年。 只是现在, 他不想再去大城市闯荡, 不想再出人头地, 只想本本分分地当一个在乡间劳作的农民, 就像他那被母亲杀死的父亲一样。 可到底是谁杀死了父亲? 真的是母亲吗? 还是那个不愿意放弃前途的自己? 秦国醒从回忆中醒获过来, 上山的路很难走, 而两大包纸钱与相逐太沉太重。 他站了一会儿, 轻声自语道, 活着沉泪。